这次带来看到经典赛的讯息 中华队23号晚间在抖六棒球场进行最后一次的集训 25号开始就要在新庄的球场展开三连战 第一场将由下钩投手黄子鹏担任先发 而总教练林月平也表示了选手已经慢慢的进入状态 希望在比赛的张力情绪中可以再紧绷一点 中华队23号晚间在抖六棒球场进行最后一次的夜间训练 总教练林月平和王建民也亲自下场为球 25号即将在新庄球场展开三连战 确定由下钩投手黄子鹏担任先发 日前因为肠胃炎影响休息的旅美好手张玉成身体也痊愈 第一场子鹏先公布 那我们25号再公布往后的先发投手 张玉成目前身体状况都还OK 没有问题他在三连战一定会出塞 总教练表示这段期间五场的练习赛 选手已经慢慢进入状态 适应上没有太大问题 那也希望选手在比赛中稍微张力跟情绪稍微提高紧绷一点 不过26号中华队对上中信兄弟的热身赛 拉拉队队员群群因为身体不适没办法到场应援 如果要看群群应援中华队只能等到3月8号的预赛场 记者方忠诚云林报道 财务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